老公被裁员了 早上到公司就收到了消息 连交接都不需要 当天签了离职就可以回家 给了N加1的补偿 虽然他没说什么 但是我觉得他有点失落 我是开旅行社的 这三年几乎就没怎么工作 房贷和生活开销都靠他一个人 压力有点大 三个月前他们公司就开始裁员了 一个组只留了三个人 活一点也没少 虽然比之前辛苦 但是想着总归有收入 我们还挺满足的 这个工作他做了9年了 正好可以休息一段时间 虽然轻松又赚钱的不好找 但是普通的工作还是很有机会的 他还跟我开玩笑说 实在不行可以去送外卖 虽然很辛苦的 这么一份 嗯 我觉得也是 看到他这么乐观 我就放心了 虽然接下来的日子不好过 但是也要尽量面对 而且现在都放开了 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我们旅游行业也复工了 这回该轮到我来照顾家了 这是一名24年的应接大学生 出了社会以后才发现 自己的本科学历是一文不实 生活的压力会把我曾经的骄傲一点一点的年费 也许这个社会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大学生 可是需要大学生的学费 上大学的时候 我嫌弃父母给的生活费少 工作以后才发现 想每个月给父母一千块钱 简直和要了自己的命一样 从最开始的嫌弃父母 到后来的理解父母 最后发现自己还不如父母 大学生们解决了大学老师的就业问题 解决了学校周边商贩的就业问题 可是唯独解决不了自己的就业问题 大学生们养活了那么多的人 可唯独养活不了自己 上个月跑了一千二百多单 前七百单是四块钱 七百单以后的是五块 四七两千八五两千五 五千三百多加上三百块钱全行 五千六百多 五千六百多租房花了七百 租车子花了五百 这一千三 那天摔了一跤 摔了一跤 餐损四十 修车子花了一百多 然后早餐中餐和晚餐 都在外面吃 自己租房子也没人做饭 一天三十多块钱 四十块钱 一个月一千二 加起来两千多块钱不到三千块钱 给家里人转了一千块钱 剩下的自己攒了起来 自己存了起来 挣的不多 毕竟经历了 一天最少干十个来小时 毕竟上个月是淡季 担的比较少 下个月争取多正点 争取多正点 公司让我们回去代港 只发基础生活费 每个月一千 现在已经过去两个月了 很多同事都拒公司辞职了 其实我们都明白 就是公司的手段 既不解聘也不开除 就是在等你主动辞职 这样就省去了 N加一的补偿 没想到前天公司突然通知 连基础生活费一千元都不发了 理由是公司正在处于困难时期 具体上班时间等通知 毫无疑问 这就是在逼我们主动辞职 果然 同事都走了一半了 毕竟他们很多 都是有家有口有放贷 一个月不上班 真的会生活不下去 而我这个未婚单身无娃的人 并不在乎 就当放假休息 回老家待了两个月 还有几个同事和我一样 打算死磕到底 昨天人士给我打电话谈 主动离职的事情 结果当然是没谈成 工资开出按的补偿 那我肯定不同意 必须要人加一 不行就继续走 劳动重彩 人士这边还要跟领导协商 我也很无奈 只能继续等下去 你们说我做的对吗 我应该算是 80后里面高开低轴的典型吧 06年大学毕业 读了个很普通的大专 跑到深圳 去做了销售的工作 但运气挺好的 真挺好的 那个时候才刚刚工作半年多 结果进了阿里 那时候就觉得 挣钱还是比较简单的 虽然说是干着销售 我记得第二个月 收入就已经有两万块钱 跟大学同学见面 我就发现我收入真的挺高的 比他们那时候拿来要高的多的多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点飘嘛 就犯了自己的第一个错误 错把平台大能力 那时候通过做阿里 见很多客户 然后就遇见了那么几个人 就做淘宝的 就听他们说在华香北 卖MP3MP4 当时还是那样的产品 一年挣个一两百万 那个年代刚大学毕业 没工作几年 听到有人创业可以挣这么多钱 很受影响 很受鼓舞 觉得我也应该可以 我大提学的是国贸 后来就自己创业 创业也干过外贸 但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 是做的外贸公司 后来干跨景点商 那个时候也算是 採上了一个很好的风口 对吧 刚开始也挣了点钱 后来呢 和别人合伙 结果一合伙 问题就来了 稍微公司有点起色之后 后面紧跟着就是亏钱 就是负债 26、27岁的时候吧 身上就有几十万负债了 这就是犯的第二个错误 和关系很好的人一起创业 好 然后看着看着年纪大了 我爸身体也不好 就说 你在外面也没混出个营养出来 要不你就回来吧 就回武汉了 刚回武汉的时候呢 想着找个班上 找个亲戚上班 干了一段时间 我为什么说我的运气 真的挺好的 那个时候赶上了网约车 就是有以前的老同事就说 现在一起去这个行业 也是以前的阿里的领导 带着我们一起去 进了一个 现在已经不在了 当时还不错的一个网约车平台 去做城市经理 做运营 后来干了还可以 就调回北京 那时候就全部出差 到了跑 而且那个时候工资收入 就各方面就不错了 就涨上来了 结果呢 自己就犯了自己的第三个错误 就是觉得自己 在职场上又重新立起来了 是吧 刚刚老婆儿子来了 加班被打断了 收到哪了 接下来就犯了我的第四个错误 第四个错误 就是去做了一个 自己并不适合的工作 其实我当时从阿里出来 也是觉得自己不适合做销售 我销售业绩也不好 然后我当时在 那个网约车行业的时候 是做个运营 是做城市运营 后来有一个猎头被他就是挖到了一个小一点的互联网公司里面 他比较认阿里的那套 那套中共铁军的那套做销售的嘛 然后工资给的很高 工资给到 底薪给到2万加提成 所以说 以下有一个薪资的上涨 然后我就去跳槽了 我现在想来其实不应该跳的 我应该继续在我的那个原行业里面去做 所以这是我的第四个错误 就是我错误地遇过了自己的能力 以及错误地选择了自己的职业发展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到了30多岁 人要很认真的去做自己的节规划 然后我只看的当时工资觉得很错 然后就换好了去做销售 但是它那个产品 包括我自己的销售能力啊 管理能力的不足吧 导致于没有做好 做了干了一两年之后就被裁员了 被裁员之后就是 就有很多人很多人之前都刷到过 就当时我最开始裁员的时候的故事嘛 后来网行业里面把员工全部裁掉之后 然后我被裁员 后面就开始做自媒体 做自媒体这个时候 其实我也算是 其实你们看我一路过来 我真的算是踩到了很多的风口 做自媒体呢 我又犯了我的第六个错误 过于短视注重短期利益 而不是考虑长远 当然这也跟那个时候的条件有关 那个时候经济压力太大了 之后经约我附近去世 自己被裁员那几年下 我选择的是做自媒体教学 这个行业说白了 说白了它就是个割韭菜的行业 就我的人生价值 我的人生观会觉得 我去长期的割韭菜 我觉得这不是我的选择 加上后来弄出了 一些比较抑郁的问题 所以所有这些东西 我觉得汇总下来 你要说我给大家 一些建议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是年轻人 在选择职业的时候 尽量去选择自己 有一个更加长远 符合自己的一个规划 就是如果说你 真的是不喜欢 不擅长做这个事情 不要勉强自己 为了当时的一份所谓的高薪 而去 所以你看到现在为止 我又从头开始 我又在做电商 又在做丛业 现在是走以前的回头路 对吧 人生选择落子无魂 你能做的就是 一步一步的继续向前 总结并且改善 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 想办法就提高 这可能也是我给大家的 一点建议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